接下來說明時刻表 這個也是很重要 通常我們最早班的話 環境機場最早是凌晨5點45分 KING哥有沒有BETA 白天幾乎都是BETA 剛才講到的是5點45分是空港急行 空港急行就是一般的通勤列車 但是只是說它急行還有少數有幾個站是不會停的 它並不是屬於普通 大家要知道一下 有沒有看到BETA BETA最早是幾點 6點53分 這是平日的時刻表 平日 BETA KING哥有沒有說對了 白天幾乎下午都是BETA 有沒有BETA 它的ALFA 你的ALFA ALFA出現了有沒有 晚上 有沒有 剛剛我講 傍晚是有一點太早了 你看ALFA是晚上的班車才會出現 有沒有 有沒有記住 借站不會停 也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是做早班機的就是6點 平日的時間6點53分 但是你如果更早的話 那我就不建議你去買特級的 你就買空港 你就去投票機買空港急行就好了 因為沒有差幾分鐘 我沒有騙你 沒有一定要做到特級 有時候我又跟 跟讀者分享說 你去跟人家擠 你去跟人家擠 你去跟他擠那個特級LABITO幹嘛 你看 空港急行的班車又多 然後也只不過慢特級幾分鐘而已 沒有真的是幾分鐘 大概是 你看它34分鐘到對不對 它這種有時候就39-40出頭就到了 沒有差很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假日的 我們來看一下假日的 週六週日還有他們的國定假日 來空港急行是5點47分 其實跟平日差不多 那再來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的 平日最早是6點多對不對 6點53 那假日的就是6日 它是7點06分 還是有一點差別 白天一樣都是BETA 一樣 Alpha幾點呢 也是8點05 有了 它7點35 因為我印象中傍晚 這是BETA 不好意思 Alpha 我以前 我記得傍晚就有Alpha 不過一定要以官網為主 晚上 你晚上到大阪 你如果要做特級 你要到借站的話 你做Alpha不會到 但是你做 空港急行是會停的喔 這個是 補充給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好嗎 好嗎 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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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标准备